不過也請到這個致函啦 當然這兩天 這個民眾黨這個徐春英的這個爭議 這個不停的在延燒 甚至連這個賴清的總統 副總統都說了這個重話 說如果將來徐春英進了這個立法院 而且還跟馬文鈞合作的話 那真是一個國安的大破洞 然後呢 那現在這個克文哲現在有講 那就讓徐春英出面接受媒體的檢驗 不過還是沒有說不讓他 這個擔任這個不分區 那民眾黨內部對這個事情的考 這個目前的考量到底是什麼 你們評估對選情到底有沒有影響 因為有這個比方有作家說 這讓年輕人看清楚了民眾黨的真面目 那您的說法呢 如果說這是看清楚民眾黨的真面目的話 我們就歡迎大家來解釋 克文哲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中國不管你要稱他是中國大陸 或者是中國人 他們就是有這麼多的人 現在在台灣生活著 已經拿到了台灣的身份證 而且呢 他們也認為自己就是台灣的國民了 如果說只要因為他過去的 這個國籍是中國 然後呢就排除了他在台灣被認同 生活甚至是他應有的參政權的話 我們認為這是非常沒有道理的事情 而且是完全是違背人權 違背法治的概念 在兩岸人民監督條例第二十一條 明確的規範了非在台灣涉及十年 不得擔任台灣的公職候選人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台灣涉及了十年以上的話 你就可以擔任台灣的候選人 當然選不選得上是後面的另一回事了 好所以既然這個許承英呢 他已經在台灣生活了三十年 他已經拿到了台灣的身份證 有二十年之久了 你就不應該剝奪他的參政權 因為這個是他法定被賦予的這個義務 好所以他這是有他的權利跟義務 那台灣既然是一個移民社會 我們未來會希望有更多人來移民 你不能說因為對於中國籍 你就有兩套標準 那你對於其他的國籍 你又是另外一套標準 如果他到台灣來 他認同台灣 他當然就是所謂的新台灣人 蔡總統過去說什麼 他說沒有人要為他自己的認同來道歉 今天就算許承英 他過去曾經說過他認同中國 我都覺得非常的合理 因為那就是他生長的地方 他過去曾經在那邊生長 我今天要是嫁到國外去 我說我自己認為我是一個台灣人 你難道說這是我的錯誤嗎 所以我覺得不要強迫別人 去修改他的認同 中國文化的確有他好的地方 但是我們也要他防範的地方 這兩件事情是要切開的 還有臺灣必須要有法治的概念 如果今天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明確的這樣的規範了 你就不能夠剝奪他的權利 那陸佩現在大家都在說了 陸佩他有這個身份證 那他到底還有沒有中國的國籍 甚至有人說他是不是有雙重國籍 我認為大家都是法盲嗎 麻煩去翻一下這個法律條文好不好 大陸的配偶適用於兩岸條例 那麼依照兩岸關係條例 大家知道兩岸關係條例 根據憲法一中的原則 兩岸關係條例也就是說 臺灣跟中國是分屬於兩個地區 而不是兩個國家 這是規範在我們的憲法當中的 我們說如果你要拿到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你必須要在中國大陸去除掉戶籍 也就是說你不能夠再享有中國的戶籍 所以他們都必須要先到中國去把戶籍除掉 這並不代表他必須要把他的國籍也除掉 因為中國他其實是沒有要去處理這一塊的 這是因為現在兩岸之間的法律的模糊地帶 也就是灰色地帶 那現在當然民進黨就開始要做文章 他們就開始說 因為他有雙重國籍 所以他不認同臺灣 所以他不願意放棄他的中國國籍 這事實上就是因為現在法律上頭的限制 我們也希望呢 如果民進黨是秉持這樣子原則的話 請你們去修兩岸關係條例 把國籍法跟戶籍法通通都修掉 去明確地界定了中國人在臺灣 他應該是屬於什麼樣的規範 界定好我們的國民權力 還有適用的範圍 否則的話就不要說這麼多廢話 為什麼過去的民進黨 他可以讓這個民進黨的新住民委員 可以是一位共產黨 曾經加入過共產黨的人 他讓他們擔任這個新住民的委員 這位寧家榮委員 他在民進黨擔任新住民的委員 他們可以容許這樣的事情 但是呢他們卻不容許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別的政黨 而且這不是單一的事件 國民黨在2020年的時候 其實也列了一位不分區 排名在第17名叫做牛春儒 他們把它列為第17名的不分區 我們認為非常的好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有這麼多人在臺灣生活 應該要有自己的代理人爭取他們的權益 如果說民眾黨願意給他們這樣子一個空間的話 我認為除非他有什麼重大前科 或者有什麼犯罪 甚至是他有不認同臺灣的一些說法 否則不應該剝奪他這樣的權利 那最後我想要花一點時間來講一下 這個潘俊玲先生 其實我覺得潘俊玲先生 他很喜歡在網路上頭做各種黑化柯文哲的行為 事實上柯文哲他是一個非常心軟的人 他很喜歡開玩笑 私底下的對話到底是怎麼樣的方式 藉由這樣子的方式說出來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 潘俊玲他認為只有他有付出 只有他有貢獻 其他的人加入柯團隊都是在蹭柯文哲 而只有他才能夠代表柯文哲的真正的想法跟意志 事實上我認為都不要這樣子去去黑化一個人 那柯文哲他當然有他政黨必須要發展的一個企圖 所以我們剛剛因為剛剛那個那個鄭浩講到 他說什麼 他說套氧沙 沒有你還講套氧沙 然後你講到韓國瑜 好像說韓國瑜也是套氧沙的一環 然後另外時代力量什麼時候是一個大黨了 我想因為我相信大黨跟小黨當中還是有明顯的區別的 那當然潘俊玲先生他拍的照片很好 但是這並不代表全世界只有一個會拍照的人 他現在流連於各個政黨 我相信各個政黨也都會看 是怎麼樣一個一直在出賣前老闆 然後一直黑化前老闆的人 還可以在其他的政黨生活 那我想呢他在各個政黨游走 那也幫大家拍了很多的照片 當初柯文哲能夠讓他有這樣子的聲量 甚至讓他現在這樣不斷的黑化他 而且不口出惡言 我認為做人還是要有基本的道德底線 你為什麼怎麼看這個 柯文哲處理徐春瑩的這個前後的態度 那徐春瑩的這個事情 當然這個徐春瑩目前為止 柯文哲並沒有說 就不讓他列入不分區囉 實際上他出來接受媒體的這個檢驗 那他說如果沒通過檢驗的話 那大不了把他淘汰嘛 那你怎麼看柯文哲的這個最新的這個說法 當然徐春瑩現在是有解釋啦 說說我沒有跟媒體說過什麼 我是中國國家幹部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望爆燈的時候 你怎麼不抗議一下 說你是中國國家幹部啊 我們找到的是2016年的報紙耶 那個時候你真的是這樣講的 所以你怎麼這樣看啦 那這個當然柯文哲現在這個處理 徐春瑩說你自己出來面對媒體 那你怎麼看 那當然這個郭總的事件 為什麼大家這麼注意徐春瑩的事件 實在是因為郭台銘的事件 你可以看到中國出手了嘛 而且現在國防部都開始 這個要針對我們基層幹部去查 可見這個狀況真的蠻嚴重的 我先來談徐春瑩 第一我先請大家弄清楚一個觀念 沒有人反對新住民 或是說我稱他為臺灣的媳婦 就是說這些嫁來臺灣的女性的參政權 沒有人反對 過去國民黨提名過林立財 本屆提名牛春儒在第17名 好現任民進黨有一位部分區叫羅美玲 我記得國民黨當時提名林立財 因為他是柬埔寨集嘛 還得到掌聲就覺得國民黨很棒喔 重視新住民的權益 牛春儒雖然是中國籍 但是很抱歉 即使他當時是沒有在安全名單 但是也沒有人批評他 那羅美玲當然也沒有人批評他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不是徐春瑩 徐春瑩今天是備受爭議 並不是因為他中國籍的身份 他真的備受爭議是他所講過的話 徐春瑩講過什麼話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要加速統一臺灣 我就問柯文哲 你認不認同 如果你不認同 你為什麼要提名他 不分區跟區域不一樣喔 不分區就是一個政黨的門面 政黨提名不分區 他通常會在各個領域去選不同的人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這個政黨 我認同你的理念 我重視這個價值 或是說將來我有機會執政的時候 我要朝這方面去落實這個理想 那徐春瑩講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應該要加速統一臺灣 他的女兒在臺灣出生 女兒認為自己是臺灣人 不可以喔 你是中國人 馬上帶去中國 好好交流一下 對 這是徐春瑩嘛 這都是他過去做過的事情 我們沒有沒有誤賴他喔 那請問這樣的理念 是柯文哲或民眾黨認同的嗎 所以不要不要去扯那些什麼 民進黨以前用過共產黨員 那是民進黨的黨務 他沒有讓他擔任公職 黨職跟公職很容易區分 不會分不清楚 好 那至於徐春瑩的學經歷 說實在我現在都持保留態度 因為我根本無從查證 對 你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員 誰知道 老共說你不是就不是 他說你是你就是啊 我根本無從查證 你說你是復旦大學畢業 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 復旦大學畢業啊 可是就從他自己講的資料 你就會發現 這個人的出生背景 跟他跟他先生認識的過程 太神奇了啦 我跟你講 瓊瑤都寫不出這種情節 他自己講他是文革結束高中畢業 文革是一九七六年結束 結果那一年他十八歲 大學畢業是一九八零年 他二零一六年望報寫的時候 他說在在商業局吧 對不對 國家級的幹部 然後有作社 後來他出來否則不是 那是一家民間公司 我就問你 中國改革開放是什麼時候開始 是在鄧小平南巡之後 一九八九年之後 一九八零年的中國幾乎沒有什麼大型的民營企業 那時候你有聽過阿里巴巴嗎 你有聽過騰訊嗎 你有聽過抖音嗎 對啊 沒有啊 好 那如果你在民營企業 請問哪一家民營企業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哪一家民營企業大到可以讓你有配車 再來一九八零 後來他說 他跟他先生怎麼認識 是因為他現在 因為他現在是江蘇人 他先生應該今年七十幾歲 因為是一九四四年出生的 去江蘇要探親 遇到了他 這一段他沒交代 他只是輕鬆帶過 遇到了他 奇怪江蘇幾千萬人口 別人都不會遇到 就遇到你徐春英 你們兩個又沒有親戚關係 認識之後呢 沒有沒有奉出愛的火花 回來之後 先生寫了兩百多封信給他 這個也是 我也是佩服了 後來他要去日本留學 需要一個日本的保證人 他問他先生說 你有沒有認識 他先生說沒有 而且我不喜歡日本 乾脆你來臺灣嫁給我 真的就來了 在那個年代 他要去日本留學 因為他一九九三年 嫁來臺灣 所以一定是在一九九三年之前 對 那個是中國經濟正要開始起飛的時候 還在用外匯券的年代 你要出國留學這麼容易 對啊 不是說你家裡有錢就可以哦 對沒錯 你要要要特要批准的哦 對啊 有辦法哦 嗯 所以我我是保 我是持很多保留的態度了 那主要就是因為我們大家會批評他 或是說會反對是因為他過去曾經講過他做過事 請問在臺灣有三十幾萬的中國籍的配偶 為什麼徐春英可以常常登上中國的媒體的版面 常常接受訪問 對他講的話 就是共產黨喜歡聽的話嘛 哎臺灣中配多少人啊 三十幾萬人 男男女女都有啊 那為什麼三十幾萬人就挑你 因為你講話就是共產黨要你 要你講的 或說喜歡聽的話嘛 那我就問嘛 那共產黨喜歡聽的話 是多數臺灣人喜歡聽的話嗎 共產黨說臺灣是中國一份 多數臺灣人認同嗎 在座競評 雖然他是中華民國人 也是臺灣人 可是他也不同意臺灣是中國一部分啊 他也反對臺灣快聯統一 中國快聯統一臺灣啊 那徐春英講這樣的話 你要提名他當部分區 OK啦 我鼓勵啦 你就提吧 看看政黨票拿幾票 這還要簡短回應 我簡短回應一下 剛剛那個年晃哥講到說什麼 他在過去跟他先生是怎麼樣見面 然後就是過去的時空 然後去爬梳的非常仔細 但他說很多東西他不了解 不過從我從剛剛他的敘事的邏輯上 我覺得離奇跟誇張的程度 恐怕是遠遠不及趙天玲啦 因為趙天玲呢 他是跟一個中國籍的女子外遇長達十年的時間 而且到底怎麼認識的 到現在好像大家也說不清楚 那在這十年的時間呢 趙天玲都是擔任公職 而且還擔任國防 我們在討論徐春英跟趙天玲有什麼關係啊 沒有沒有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一樣的嘛 趙天玲都要離開了 你沒有進行過我的脈絡嘛 趙天玲是不能說的是不是 趙天玲是某條嘛 所以他後果愛情的這件事情是不能說的 那我的意思是說 趙天玲跟我們今天討論的徐春英沒有關係 這個離奇誇張的程度呢 其實是遠遠的不及啦 那至於這個徐春英 他到底有沒有講過以上的言論 或者是說他有沒有什麼促統的這些做法 我覺得之後呢 他就會開放讓大家檢視 如果要提名他的話 如果 因為現在這部分區的名單呢 現在還是外傳的嘛 所以呢一定會公開的來讓大家檢視